我们持续来带您追踪 为什么这两名永消会在火场里面不幸丧命呢 他们其实都是第二波赶来支援的 当初接获任务就是要疏散八楼的受困民众 但其实进入火场之前 他们的气瓶都还充足 为什么会突然就耗尽了呢 以及在他们发出求救讯号之后 是短短只有十分钟的救援时间 为什么同人救援他们必须要耗费四十分钟呢 消防队是不是有掌握这两个人的搜索动线 以及氧气瓶的时间管扣 这些全都会是调查重点 火场外的地面摆着的消防衣全被熏黑 消防面罩更布满厚厚的黑色胶油 左胸前挂着的名牌就知道 这是两名殉职消防人员的衣服 每刀痕迹都是英勇的证明 但又有谁可以想象 他们在里头该有多无助 他只喊了一声media之后就失去所有的讯息 晚间12点15分 李永珍周立新在火场里发出求救讯号 什么都雷不及说就短的联系 消防队只能一一清查 同仁清点确认失联的两人身份 进场搜救后12点55分 才在23楼楼梯间找到昏迷的两人 一共耗费了40分钟搜救 两人早已失去呼吸心跳 火神的眼泪戏码再次上演 为何憾事一再发生 两人身上锁碑的空气瓶 大约可以使用25分钟 但为何要到8楼救援的两人 却在23楼就将气瓶耗尽 另外保密装备 个人安全紧爆器也没有响 直到两人喊出may day 同仁才知道有人受困 种种一点全都成为调查重点 大楼它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 紧急升降机可以做 所以同仁它是背着气瓶 爬楼梯上去8楼的 气瓶的一个消耗的一个速度 可能会比我们以往背的速度更快 呼吸速度不同 导致气瓶消耗速度也不同 浓烟过大 空间迷航 两人在气瓶快耗尽时呼救 但还来不及等到救援 就双双拔下面罩殉职 不只装备安全受质疑 是否消防队对大楼空间还没掌握 就派出人力进场救援 相关责任因为折损的两条宝贵性命 后续检掉还得进一步调查离情 记者李飞产 严日龙新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